前段时间我们这边来了个用户 老用户 2021年买呼吸机 当时的问题主要是高血压 然后我见了他之后 大吃一惊啊 为什么大吃一惊啊 因为这个老哥啊 瘦了有20斤 非常棒非常好 我经常说啊 呼吸机这个东西 他解决的是当下的问题 但是你如果说是想 长远性的解决这个 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 怎么办呢 必须减肥 特别是我们男的 一般到了中年之后 都是微微发福啊 肚子大呀 脖子粗啊 好了 今天跟大家谈一下 这个用户的情况 这个老哥呀 50多岁 三年前找到我的时候呢 血压是高的 喝药呢 也有点降不下来 你要注意 高血压 本身是一个 算一个老年级病 随着年龄增长了 人的血管啊 逐渐会老化 就会血管的弹性不好 一定程度上就会导致高血压 一般来说 年纪大的人 高血压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包括还有就是肥胖 家族遗传 这些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高血压 高血压这个东西呢 这个疾病相对来说 比较普遍 也比较知名的一个慢性病 它严重的话会导致什么问题呢 就是急重症 心梗 脑梗 肺酸塞 高血压 应该说是一个 引起疾病的一个疾病 所以说埋了个地雷 给健康埋了个地雷 所以说大家中年以后 40岁以后 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血压 因为我妈妈其实就是高血压 所以说我不出意外 也会高血压 我基本上是每个月都路过 诊所 社区医院 我去量个血压 还好 因为我经常也在运动 吃饭也吃的比较淡 吃的比较少 这个运动啊 对降血压是有一定帮助的 缓解吧 这个老哥呢 当时就是试用呼吸机 每天早上量血压 血压变好了 他很开心啊 所以说后来就买了个呼吸机 这到三年了 用的总体来说非常的好 然后呢 人还给瘦下来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老哥 他是怎么瘦下来的 他跟我说 他现在的方法是什么呢 也不运动了 因为运动没有毅力 以前还有什么 这个 这个健身房了什么的 后来呢 他的办法就是中饭不吃 只吃早饭跟晚饭 哎 体重就瘦下来了 你看 每个人的减肥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他就是中饭不吃 早饭好好吃 碳水 鸡蛋 蛋白质 蔬菜 水果 晚饭也正常吃 六点左右吃掉 中饭不吃 体重哗就下来了 他这个减肥方法 有点像咱们古代人的那种饮食方法 古人其实就吃两顿饭 早上吃一顿 下午吃一顿 中饭其实有时候就不吃了 过午不吃 古人其实不是一日三餐的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看到过的 这个一日三餐 其实中国人在解放前 其实也不是一日三餐 后来说是 苏联 解放以后 苏联说 哎 你们中国人吃的太少了 什么的 建议你们一日三餐 大家才早饭 中饭 晚饭的 其实是吃多了 吃多了 再加上坐在这里 冻的也少了 肯定会肥胖 说这个老哥的这个经历啊 其实我真正比较赞赏他的是 减肥的毅力 能控制住饮食 体重迅速下降 人还帅了很多 本来也是个帅哥 胖了之后呢 脸圆了 现在瘦了 很精神 很帅气 显得还更年轻了 所以说这个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饮食结构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带呼吸机呢 当然是当下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归根结底 还是要把自己的体重减下来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 不管你有没有带呼吸机啊 先要把体重控制好 你带了呼吸机 我认为更应该引起个重视 体重要控制起来 没有带呼吸机 如果你看到我这条视频啊 也希望你能开始引起重视 把体重控制下来 好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